8月11日晚 在成都举行的 索娜遇见爵士乐音乐会上 香港中乐团 索娜首席演奏家 马伟谦与接日班的乐队 用传统中式乐器 索娜 结合小提琴 爵士鼓 电吉他等流行乐器的形式 共同呈现一场 索娜与爵士乐的奇妙碰撞 我觉得我现在 就是用索娜 或者用明乐 跟这种流行 或者是爵士乐队的合作方式 我们用四川 就是很流行会说 就是很殆劲 其实我们这次分了三个大的类型 第一个就是 我们会演一些中西方的流行曲 就是改变一下 然后第二类就是拿那些民族的乐曲 比如说明乐 我们有那个茉莉花 彩云追乐 然后第三类就是我们的原创的一些歌曲 出生于1991年的马伟谦 小时候受父亲的影响 开始接触索娜 2013年 马伟谦用索娜试吹了一些爵士乐谱 一下开启了他的跨界灵感 其实香港本身就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地方 所以很多东西我们在小时候吸收的时候 也不算是太 就是不会说我们学明乐 就不会接触到西方的东西 也会很常接触到 因为我爸爸以前是业余 吹唆娜笛子校这些乐器 然后我从小也是跟他学 然后他在家播放的那些音乐 也不只是名乐 什么西方的歌剧 包括流行曲 或者是我们内地的那些歌曲也有播放 所以我在吸收不同文化的时候 再变成新的一个东西 其实那个过程是蛮顺利 马伟谦表示 唢娜独特的气质与音色 不仅能诠释经典名乐的东方异域 也能与放客音乐 爵士乐等流派跨界相容 这种创新 让更多人对这门乐器 乃至对中国名乐 有了全新认知和理解 我觉得唢娜在中西文化里面 它都是一个最快 可以拿到人家注意力的乐器 因为它声音很响 然后听起来就是很酷 很炫 所以我觉得唢娜是最容易融入不同文化的一种乐器 对外国人来说 其实他们一听到唢娜这个音色 他们是很惊喜 就是很惊奇 觉得这个是什么东西 就是很厉害很好听 马伟谦也注意到 唢娜的魅力正逐渐被内地年轻人所发现 这让他感到十分惊喜 其实唢娜跟现代这些表演模式的合作 其实内地也有非常的多 就是包括有一些青年的 做的是比较年轻的那些选秀的节目 他们也有一些就是帅哥美女这样研究乐器 跟电子音乐流行音乐 我觉得不是说我启发了这个表演模式 然后就推广 因为不需要我去做这个事情 已经有很多不一样优秀的研究家里面在做 马伟谦此前曾跟随香港中乐团来成都演出 时间都很短暂 这次成都之行 马伟谦有了充足的时间来感受这座城市 有一首歌曲叫成都 它里面说那个小酒馆 我们能看到就是那条街 满条街都是有助餐的歌手 跟可能有一些简单的伴奏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本地那个音乐来说是 其实是蛮幸福的事情 我最后准备了一个小惊喜给大家 就是在所有乐曲演完之后 单用一支管子给大家轻轻的 就是没有音乐伴奏 就是给大家独奏一段那个程度的乐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